在老師帶領下出席活動的貴賓們 一起陪同失智長輩和家屬們 玩樂靈擊球 訓練激勵 現場笑聲連連 能夠來這裡上課 失智長輩和家屬都覺得很好 你來這裡有好玩 真好玩 大家都很合作 第一個有所謂的喘息的時間 再來就是說 爸爸會有所謂的賦能的功能在 就是說很多東西他會慢慢漸漸的遺忘 但是到最後透過這一個所謂的賦能的一個活動 可以讓他漸漸的把那個功能又記得起來 家屬來講是有幫助 我覺得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爸爸也可以看到就是很明顯的進步 大家會親自來參加 暖暖小站的剪裁啟用活動 幾乎都是被失智長輩 親自繪畫的邀請函感動到不行 拿著邀請函排除萬難 一定要來為失智長輩及家屬們加油打氣 合影留念 我們那時候上禮拜從 就是梁領事長那邊說到邀請函的時候 非常非常驚訝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個整個邀請函 就是從裡面從外面的包裝 到裡面的平均跟空車 這個我說真的我自己可能做不了那麼好看的東西 我看到的時候我非常非常開心 又多了一個專門私自距離 這個非常重要 現在非常多的家庭 因為私自的父母長輩 弄得全家真的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真的也感謝衛生局這邊 來這個地方幫我們多了一個比較專業的專業 非常的美喔 就是一個花的 我們說的後續的話好漂亮 結果打開之後 我們就看到一個下面寫的 它的名字叫吳美麗 我都來這裡走起來看看 如果有金銅 有活動 我們的生活會更好 我們的頭部會更清楚 所以不用怕 大家一定要走出來 隨著老年化及超高齡化到來 失智症長輩的人數 預估也將跟著增加 機動室粗估就有五千人罹患失智症 而由機動室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主管 委託機動室熱誠社會福利協會管理的 暖暖區暖暖小站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正式剪裁啟用 照顧暖暖區的輕度及中度失智長輩 這也是七個行政區 失智症社區服務據點的最後一塊拼圖 最主要是來幫助我們在社區裡面 有一些被確診的失智個案 或是你疑似失智的長輩 都能夠來到據點這樣子參加各樣的活動 因為活動裡面有包含一些認知的活動 包含一些體能的活動 最重要還有一點就是 讓社區的長輩來到社區裡面來參與 那這個參與事實上是在延緩它的失智跟失能的狀態 所以我們真的是很期待在今天很開心就是我們暖暖區一直以來 我們一直希望來佈建暖暖區一個失智據點 那今天很開心我們暖暖的這樣子的一個失智據點已經開幕了 所以大家可以來社區的民眾都可以多多來利用 那也在這邊呼籲就是我們社區裡面如果說有一些疑似失智的個案 或是我們需要有一些失智的幫助 都可以來找我們基隆市的共照中心 也就是我們的市立醫院 他會來協助我們長輩來幫助我們來做失智的確診以外 然後幫我們做各樣的資源的連結 這是我們在做失智據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目前的醫療裡面吃藥其實是能夠減緩 但是它不是全部 所以在美國跟英國其實都已經在除了吃藥 還配合像我們這樣據點的一個活動的課程的設計 去做多元的刺激 這樣子的話它的那個失能的狀態 認知症的問題比較能夠減緩 除了玩樂林擊球暖暖小站也和左下角工作室合作 以老人換工活動的方式邀請會製作四川泡菜的長輩專家 前來授課 教導大家學做四川泡菜 慶祝暖暖小站的啟用 今天如果做完四川泡菜大家覺得很好吃 下次我們教他 請他教我們做豆瓣魚好不好 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不管是失智長輩還是家屬或是外籍看護等人 對於如何製作四川泡菜大家都充滿興趣 躍躍欲試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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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